我們繼續跟劉教授談談他們的系統 劉教授 其實你們的全自動的檢測系統 可以偵測到40多種的病毒 其實你們是一次性可以偵測到這麼多種 40多種 還是你們要針對性 譬如新冠狀病毒 這次是新冠狀病毒 就只可以檢測到這樣 我們是一次性的 我們是可以 以我瞭解是唯一可以包含40多種的細菌病毒 能夠一次檢測出來 所以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技術 以往你們是否分幾部機 去完成整個檢測的流程 如果現在一般的做法 我們都是針對某一個特異的目標去做 可能一個 可能兩三個在一起 最多都不會多得太多 如果是這樣你需要多做幾個的 就做多幾次實驗 或者找多幾個人同步做實驗 大致上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做法也很難在醫療場所 即我們叫做Point of Care 那裏去做 所以這個儀器就能夠提供到這一種的可能性 明白 最近有報導指 其實你們最初研發成功之後 有向港府去申請資助 但最後失敗 之後就有深圳市向你們招售 提供資金 其實那件事是怎樣的呢 其實失敗了不要說 通常都不會阻礙我們做研究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概念 應該當時15年大家 幾位醫生 袁教授 他們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要去解決 我們就一起談 看看有什麼解決的方案 當然第一步 希望有政府的支持 因為袁教授都是大學教授 我也是大學裡面工作 所以我們第一樣想 當然是看看有沒有一些撥款的支持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研究計劃 當時也寫了一個建議書 遞交 不幸就拿不到 但是拿不到 接著那兩位醫生 劉醫生和霍醫生 都依然覺得這個項目是很重要 也都依然覺得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很創新的技術 去處理到這個問題 而做出一個產品 是可以應用得到 對社會是有幫助 最起碼對醫療的病人是有幫助 那他們兩位就支持 就成立公司去支持這個項目 當然我們的資金 就相對我們原本想要 政府的支持 我們慢一點 所以都經歷過四年的時間 但是也都很幸運地 由他們的支持 直到今天我們可以將成果做出來了 明白 原發的基金 你們好資千萬 就是大家組織一個基金的組織去撥款 是各公司 是各公司 是霍醫生的公司 和劉醫生的公司去支持 之後我們就要進行生產 那個生產我們都需要資金的 所以現在深圳市政府就表示個支持 希望我們都可以在深圳去做個生產 亦都很主動 亦都給了很多政策上的協助 我們都覺得是可行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一個系統可以做出來給大家用 當然我們都是可惜的 香港研發 香港團隊 霍醫生都說 就沒有辦法在香港生產 其實都可以考慮同步 這個亦都有可能性 但是我想現在的生產方案 比較活躍一些 比較積極一些 就會在深圳那邊 但是研發支持就是本地公司 本地的團隊一起做 知道如果那邊的資金導手 你們半年內去投入的人 其實會不會有些遲呢 就是現在的武漢肺炎那麼嚴重 其實就絕對不遲 其實我們開發這個系統 都是沙士之後成十多年 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一個方案去解決 現在我相信最重要的 在這個疫情控制上 就是當馬上去分別到 誰帶有冠狀病毒 誰沒有 從而作出適當的措施 但是接下來那個疫情 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 或者會慢了下來 但是慢了下來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在一些社區 防止這個再出現 或者一有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馬上找到它呢 又或者在港口上面 或者在一些border 就是其他那些過關 通關的地方 可不可以有個方法 可以當場可以盡快知道 如果譬如發燒 就可以知道它有沒有這個病毒 因為那個病毒不會突然間完全消失 它可以經過一個時間 而且也有機會回來 所以這個儀器 其實就是我覺得是絕對可以應用得上的 在不同的場合上面 你沒有理由到時 他過關 如果他發燒 你就會把他抓到去醫院 這個也不可行 或者他來到香港 在港口機場上 他發燒 你就要他 立即隔離14天 然後就要抓到醫院 很多人的手 這個是當疫情會慢慢 我們絕對希望越快 越減少越好 但是去到一個場合 我們都要繼續去做monitoring 是明白 剛才聽你這樣說 有一個想法 就是放在不同的關口 其實你們有量產的想法 但是最近內地的工廠 可能是延遲工作 那會不會影響到你們量產的工序 這個絕對是有影響 但是我們都希望可以有很多配合 可以做得到 就是國外的sourcing 國內當然就有一些 現在生產廠方 可能都是慢了下來的 可能我們之後會加快 或者找一些提代品 整體的生產環境是受到影響 可能工人上班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只能夠一步一步 去將問題解決 我只可以這樣說 明白 所以好的系統很需要配合生產 不過這次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談